画面中的女生名叫朱婷轩,今年24岁,是首批支援抗击新型肺炎的医护人员。 1月25日,她从武汉专门收治新型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离开,暂时告别了她奋斗19天的战场。 朱婷轩告诉记者,因为安全考虑,自己会按要求居家隔离两周,虽然暂时离开了一线岗位,但是自己时刻准备着再上前线。 这个每个医护人员都会时刻准备着,就是穿上白大褂都会时刻准备着。 重症隔离病房里护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,最小的刚刚满20岁,而这些戴着防护罩的护士们走出隔离病房摘下面罩,是一张张生动青春的脸。 面对这场还不确定的疫情,朱婷轩说,担心是肯定的,但是做一名医护人员是自己的理想,更是自己的职责,必须要坚守。 你会觉得想退缩,想放弃,有过这种想法,但是就是看到自己周围的同事们,也是奋力的,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年纪,也是每天都很奋力的在一线工作,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当逃兵,不能退缩。 和朱婷轩一同去经营他医院支援的护士杨宇成说,暂时离开一线岗位其实有些不舍。 杨宇成表示,虽然在重症隔离病房很辛苦,但是已经适应,如果需要,自己随时可以上岗。 一接到让我们休息的通知,我其实还是有点不舍,因为在那边已经有,已经适应了那边的工作,虽然很辛苦,然后那边的战友们一起都是很,大家都很辛苦,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时候休息了也好,但是也不好。 所以还是挺纠结的,但是所以我一直要在时刻准备着要去前线支援。 截至目前,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一共派出13名医护人员支援经营潭医院。 这些医护人员纷纷表示,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,请市民放心。 有的病人只是发热,但是跟这个新型肺炎并不是一样的,所以大家相信我们政府还有我们的医院, 大家应该都在共同努力去控制住这次疫情,然后我们一定会慢慢地稳定下来,然后打赢这场艰难的防疫战。 大家首先第一点要定下心,就不要听信谣言,然后相信官方信息,然后做好自我防护,请洗手,请通风,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 毕竟,虽然说这是个连关,可能中华人民的传统美德就是过年要热了,但是毕竟在这个当头我们还是能避得避下,等一下,等这个关卡过去,我们好好的聚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